由萧如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狐猪夫人》即将上线 小说中共有三对ZP 即海士与方珠 地序与提兰 夺汉与拓流 海士与方珠 海士是方珠收养的养女 自收养之日起就如男孩般养育 海士身必战甲 容马孔总 小永善战堪必男儿 多次以卓越的剑鼠 领同僚和手下刮目相看 他心底藏着对方珠的爱意 因而不发 甘愿做他的杀人利剑 为命侍从的犬马 可一枪爱意终究错付 他被他送到了皇帝的床大上 受尽凌辱 方珠自以为是的为他安排一切 却不知他只是想陪在他身边 即便付出生命又何妨 在帝序和方珠双往后 海士因为有了帝序的一父子 将余生用在教养孩儿和管理朝政上 做了22年的聂政太后 方仲旭与提兰 提兰是楚仲旭登基位帝后 重年国松来和亲的第二位公主 另一个原因 只因为提兰与异母 姐姐 子三容貌酷似 而子三是楚仲旭还是王爷时的王妃 她温婉 善解人意 勇敢坚强 是楚仲旭的白月光 可是子三却没等来好日子 在叛乱中连同腹中胎儿被害而亡 楚仲旭悲愤至极 自此性情大变 她为了国家安定和百姓安稳过火 九死一生 自己的命死不足惜 可为何要夺取自己的挚爱 与她命运如此残忍 毫无怜惜 提兰只是她的赝品 永远不是子三 提兰的出现只会让楚仲旭对子三的思念更浓 对自己和苍生的怨恨更大 楚仲旭最终选择在《场王叛乱》中 单枪匹马战死 小说中 提兰对楚仲旭充满畏惧 她最后被海誓送出宫外 与老情人将军汤钱字相伴终老 不过电视剧应该会舍去这一段 不然女儿的喜太多 容易抢了女仪的风头 多汉与拓流 多汉是左普敦王夺落的亲弟弟 十岁那年在洪耀园战场与亲人走散 后被方朱收养为义子 改名方卓英 方卓英对方朱为命侍从 从不无逆 拓流是宫中的秀女 被地戌毒害眼睛而失明 她与方卓英情投意合 两小无猜 虽是小小宫女 但申明大义 方朱命方卓英回到汉北生养之地取得叔父支持 与哥哥争权 方卓英自然听命 但她心中始终放不下拓流 为了坚定方卓英的信念 方朱瞒着义子 劝服拓流自尽 还将这笔血仇算在了场王身上 让方卓英对付场王 方卓英最后统一汉北 建立新芒城 红花拓流之城 王徽章也是千叶红花拓流 最是少年威食 情爱深 此生不能再相忘 这三对CP 或死或孤独 最后的结局都让人惋惜不已